我叫马燕梅 我实面举报 四川省巴中市佛教协会会长赵胜法师 我于2020年9月份经人介绍 到四川省平昌县接管签佛寺的期间 赵胜法师对我提出不正当的要求 我当时态度很坚决 所以他认错的态度也很好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从这以后他步步跟我挖坑 三番五次 威逼利诱 让我跟他发生不正当关系 我最后迫于压力 从四川离开了 我是从今年四月半的时候 从四川离开的 在这个两个月期间 我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因为赵胜法师利用全物质 捏造事实 威胁恐吓 栽赃陷害我 今天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我经常害怕的都把手机给关系 因为前几天看到国家现在打黑除恶的力度 非常的坚决 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向当地政府进行了举报 可是赵胜法是目无王法 所以在这期间还继续威胁恐吓我 让我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其实作为一名宗教界人士 面对着全体大众去说这件事情 我知道我要背负的这个后果有多么严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